今天重点不是打仗 而是花钱 但我们先把仗打完再花钱 1928年9月 红石军主力刚回到井干山下 岁川之地就像泡泡糖一样 粘了过来 瞧呀 主导总和毛委员正为几样发仇呢 这里是我军的主场 行报优势马上恢复 原来敌军计划以一步兵力的失落 引诱我军前进 而在岁川县城一带 他们已布下了一个大口袋 将继就近 红石军兵分两路 主导总帅28团为前队 直奔敌二 毛委员帅31团三营为后队 晚两个小时再出发 28团配合敌军 步步推进 敌军指挥官那边收到信息 报 猪毛主力进入碎川城 已全部进入我口袋 敌将大喜下令 射服部队迅速行动 切断红军退路 核龙口袋 核维还没完成 新战报来了 报 红军突然杀出 已突破我军防线 向水团东北而去 红军这是要逃 部队转向 加速追击 报 淘宝红军突然占据有力地形 回身对我进行攻击 双方激烈交战中 报 我方后卫出现大谷红军 我们被前后夹击了 形势逆转 敌指挥官命令 我帅主力先撤 那个谁 对从红军那边投降过来的 袁同权就是你 现在是你报效党国的时候了 你留下电后打主机 碎川一战 我军干掉杀害王尔卓的叛徒 袁同权 并占领 碎川县城 碎川丢尸 即从泰河干走两个方向开来 当时 井冈山四周大态势如下 会发现 冥干新臣之敌 深入我腹地 这就是我军 第二个打击目标 红志军果断放弃碎川 回转井冈 冥干之敌也正蠢蠢欲动 他们派了两个探子到毛平 如果确认红军还没有回 就出动部队火烧毛平 结果这两探子干到 就被抓了 一出蒋干到处的戏码后 新臣之敌出动一个营 及冥干进卫团 士兵揭手持没油 兴冲冲前往毛平捎房子 奥头龙之战开启 这一仗由28团新团长 林彪指挥 敌人这一因人马 负面于奥头龙的狭窄山道中 火军趁胜之冲行程 敌人顿逃 此役过后 敏干全线克服 勇心之敌战战兢兢 判断红军必会北上勇心 欢乱之下 昏招平出 敌人居然令之前 增援碎川的那个团 唠叨去增援永清 碎川又空虚了 我军掉头极其碎川 守身之敌望风而逃 敌21旅那个团要骂娘了 因为上头命令他们 再次掉头反击碎川 毫无例外 他们又扑空了 而红士军正秘密极尽 准备再攻凝刚新城 原来敌也趁我军在碎川 又把新城给占了 但他们没想到红军 回来的这么快 兵力恢复到5000人 并大体恢复了原有军军力 但情报表明 香港敌军正密谋发动更大的攻势 和平显而易见是短暂的 等待红士军和警战舱根据的是更为猛烈的疾风咒语 但有趣的是 在这革命事业的第一潮期 前来参加红军的国军士兵 居然源源不断 甚至多了起来 陈建制的头城就有两例 香巴军营长 毕章云率部在贵宗起义 改变为红士军特务营 甘军军官张威率部在宜村起义 改变为红士军独立营 当然更多的是零散的士兵来头 其中有一个叫曹福海的国军士兵 曾被红军服务两次 第一次被抚 曹福海以为会被杀 吓得痛哭流涕 苦苦哀求 结果红军了解他其实也是个苦出身 教育一番后 锣鼓宣天 鞭炮清明 给钱 把他给放了 第二次被抚 曹福海不怕了 只是有些难为情 因为他又被上次 俘虏他的红军军官给俘虏了 那红军军官对他说 又来了 曹福海说 这回我只打了两枪 还是朝天上打的 他还是决定走人 后来第三次交战结束 曹福海拿着十四五个士兵 主动投红军来了 曹福海面带笑容 这一次我就不回去那边了 免得老是当俘虏 红军军官同时发现 那十几个投城士兵 也个个是戏笑颜开 一点也不拘束 据统计 是1929年2月 红士军中 俘虏士兵已经差不多 占全军的五分之一了 这就是红军 优待俘虏政策的威力 但我们必须说明 优待俘虏 是要花钱的 管治广和治外 不愿留下当红军的俘虏 每人得发两块大洋 这两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呢 在这1928年的 井干山地区 一个长工一个月的工钱 差不多也就是一块大洋 一户普通人家的 吃穿用租 一个月一块钱 勉强够了 而且我们必须看到 在井干山时期 红军的前途 无论从哪个方向看 都是没有的 所以绝大部分俘虏 是不愿意留下的 别的军队 优待俘虏 是指我不杀你 红军的优待俘虏 却是反过来给俘虏 拒职 这成本太高了 既然当红军的俘虏 都能得到如此的优待 那要是当红军战士 岂不是天天都是神仙日子 哎 没错 天天 汤风引鹿 红米饭 南瓜汤 秋茄子 味好香 汤汤吃得金打光 为什么井干山红军 天天吃南瓜 是因为喜欢吗 不是 是因为这里南瓜最便宜 一点点钱就可以买一大堆 别的菜红军吃不起 冬天在高海拔的井干山上 气温很低 零下几度 十几度 但大部分红军战士没有杯子 只能睡在稻草里 更多的例子就不说了 反正红军过得挺穷困潦倒的 过得挺惨的 但过得惨的原因有两种 一种是没办法 另一种是制造的 红军的苦 可以说都是制造的 你以为红军很穷吗 还真不能这么说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红军是如何把钱花在刀坝上的 要花钱先挣钱 我们这里说的花钱 不单只金钱 还包括物资的分配和使用 此时红军的挣钱方式 其实不复杂 一张图就讲明白了 这其中以第一种为主要收入来源 第二种 井干山时期只开增了土地税 分了田的农民需缴纳 收成的5%到15% 第三类 包括一些备赴产 印刷产 商店 银行 集体合作社等等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重点关注 第一项中的打土豪 想必大家经常看到这样的说法 当时是绝大部分财富 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 当然事实也是如此 井干山根据地所在的香港边界 65%的土地 掌握在5%的地主手里 而如果以财富计算 则远远超过65%这个比例 那么按理说 红军应该很富有 这边界地区 绝大部分的财富 不都转移到红军这里来了吗 再加上战产缴获 以及后两种收入普通 红军战士怎么还天天吃南瓜呢 钱到底花哪里去了 我们首先会想到 可能是养军队太耗钱了 毕竟枪炮一响 红军忘量 这个没错 事实也是如此 但我们必须指出 一般军队最大的两项支出 军备采高和军下 红军都没有 红军战士没有工资 武器装备几乎靠缴获 那么就剩下红军战士的吃穿用了 那么这吃穿用具体是多少呢 可以算出了 每一个红军战士 每天发股资一斤四两 发五分钱的伙食费 这五分钱拿来买油 盐 柴火和菜 如果是商员 伙食标准提高一倍 以全军5000人计 那么每个月 红石军要消耗20多万斤粮食 要下发伙食费大概7500块 另外 虽然武器装备靠缴获 但武器是必须保养的 所以还有一项叫擦枪费 擦枪需要买油盒布 标准是每支步枪每月擦枪费三分 机枪和排击炮每月五毛 每个月偶尔会给大家发零用钱 金额不固定 这些拿来剃头 洗衣服 买草鞋 抽烟等等 其他杂相不谈 这些加起来 全军平均每个月要下发一万多块 一万块是什么概念 我们前面说过 此时在香港边界 一个普通家庭 一个月一块钱是勉勉强强够了 我们简单粗略对比 2023年全国平均最低生活保障 大概是500到600块 那么简单说 规模为5000人的红氏军 在1928年 平均每月要消耗20万斤粮食 每月要下发500万到600万的伙食费用 那你说红军花的多吗 看总量还挺多的 那你说红军花的少吗 看个体还真挺少的 各级苏外政府也将人员 极力压缩 力性节俭 规定 下一级政府每月用都不能超过24块 去一级不能超过50块 但如果说 仅仅是红军杀士和政府公众人员 如此节俭下的吃穿用 就把钱花完了的话呢 那你也太小看近代大地主 大土豪以及军阀的敛败能力了 前面说过 红军的苦几乎都是制造的 以红军的手度想要过得好一点 改善一下生活 是很简单的 事实是 红军已经活成这个样子了 却还有大把的钱 拿去干别的了 第一项 我个人称之为 撒钱 大家不要误解 打土豪所得 可不是全部进了红军的药包 具体是这样分配的 所得粮食的大部分 还有衣服被吃 农处农具等生产生活之类的 分给当地百姓 一部分粮食 钱 作为当地侍卫队的经费 最后剩下的粮食 一部分钱 以及药材 食盐等战略物资 才是红军所得 所以这红军最大的收入 其实是 左手干净 右手马上就撒钱 很大一部分 上入民间 给当地百姓 改善生活去了 是大手笔 红军下一项花销 办教育 红军来之前 香港边界 普通人家的孩子 不配上学 因为可以说 压根就没有学校 只有土豪之力 有专属的私人课堂 红军来之后 是1928年7月 近宁刚一地 就办起了15座红色小学 年满6岁儿童即可入学 无需缴纳学费 据统计 当时入学小学生 有800多人 课程还蛮丰富 有国语 算术唱歌 体育和小手工劳顿等等 跳高跳远 跑步拔河 演戏等为其文体活动 毛委员还特意抓了 统一教材的问题 而这校舍 老师工资 教学用具等等 全部都是财政拨款 也就是红军出钱 在我党我军致死下 甚至有了两所女士工作学校 香港边界的小姐姐 其妇女们 在这里边工作边学习 学的都是有用的技能 刺绣 缝楞 吃袜子 毛巾什么的 有的技能太高端 没有人会 学校就特意组织专人 去吉安等大城市学习 学成后再回来教 另外这里还教唱歌和跳舞 学校是我们的新家庭 共同生活 真有趣 姐姐妹妹 其欢聚 互敬互爱 乐无比 求解放 谋此地 不须以努力 勤攻读 谈日之时 其血拳 巾帼英雄 除少年 面向农民群体开设了一系列 十字帮和业校 这都是老传统就不多说了 不收钱 办教育 纯赔本 一直办 一直赔 第三项 赈灾济困 这里涉及到红军第二种收入 土地税 这一项 其实正经来说 红市军只收了一回 这一年香港边界 秋梁获得了大丰收 比去年同比增长20% 茶油等经济作物 也出现了空前的好收成 红军这才决定 增收20%的土地税 而注意 20% 已经比中央提出的 15%到15%的税率最高点 还高了5个百分点 可是 奇怪的是 又发生了 根据地内的百姓 抢着来交粮 有一个信邱的老农 他家按规定只需交700斤 可他偏要交1000斤 秘密在于 红军来世前 大家要交给地主的地主比例 是50% 起 统计活猪和死猪整体 得到了地主的平均值是50%到80% 从实际情况来看 50%是很少见的 但即便如此 大家还是要抢着猪 逢年过节都要请东家吃鸡吃酒 外加送礼才行 等于说 送礼才能够得到一个被剥削的机会 既然地主收50%到80% 百姓都抢着要 那我们假设 红军如果大胆一点 收个30% 恐怕百姓也乐于接受 而红军也就不用活得这么苦了吧 虽说红军多增了5% 税率达到了20% 但并不是全根据地都增20% 局部有的地方收成欠佳 可能只增5%或10% 有的地方遭了灾 或者百姓实在太苦 就不增 还有 倒拿出来搞政绩的 下一项 当时红军自己遭不保夕 和敌军的争斗是你来我往的 同一地区往往来回异首 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红军却还要费时费力费钱 去搞香港边境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地主因为汉老保守 没必要去搞 农民由于地不是自己的 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搞 如果红军带不带头 那就是谁也不搞 红士军带头投钱 组织大家一起干 根据地内水利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如永兴依信乡修复了一座能灌溉300亩田的水塘 莲花修复了许许多多大小水渠水坝等 红军还修路 永兴唐边村 就几条猫园亲自带队修住的牛路 甚至你敢相信 红军还在这里搞植树造林 当年都是烧财 乱砍乱罚倒是水土流失 红军认为水土流失会极大影响大家的农田产出 于是红军买来 竹木茶等经济动物 组织群众栽种 既遏制水土流失 将来农民又可以多一份收入 下一项搞借贷 你可能会说 不对啊 搞借贷应该是挣钱的买卖啊 按理说是这样 当红军搞的借贷事业部并不挣钱 从最后结果来看 应该是赔钱的 合作社在井冈山时期已经出现雏形 这是红军的一大创业局 借贷称为借物和借款 对应的是红军的生产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 我们先说借物 对于农民来说 最多的是借股制 借种制 而后是借根牛 农具等 但我们前面说过 边界一整年 粮食收成的50%到80% 都在地主的粮仓里 那么粮食市场 是可以轻易的被操控的 丰年股价 低价买入 三年高价买出 对农民而言 丰盛的粮食卖不上钱 而遇到青黄不揭的时候 买不起 只能向地主借 借一单 要还十几单 几十单 日后的合作社 股权形势都一样 但井冈山时期 是试验和创新的初期 红军得带头投钱搞 商场合作社的资金 用来购买种子 跟牛 农具等等 遇到有困难的农民 把种子等 奢给他们 收获后 记得还就行 从市场角度来看 这实在不是一门 有回报的生意 再说借款 三年的时候 地主不只是地主 还是放高利贷的 现在我们所熟知的 套路贷玩法 在1927年的香港边界 早就有了 只不过玩得更花更狠 还他妈的合法 当时在边界地区 一个长工的年薪 平均在15块左右 永新一个叫 汪峰妹的长工 向地主借了一份钱 这份钱并没有超过 他一年的工资 可结果是 他白给地主做了 七八年的长工 还没有还清这份债务 最后又卖掉一个儿子 才算了结 红士军到来 打掉高利贷 烧毁不合理的借据后 发现民间 确实还有借贷的需求 所以信用合作社出现了 这里给农民提供的是 低息无抵押贷款 会发现 无论是生产合作社 还是信用合作社 红士军掏出来的原始投资 非但没有钱生钱 红军自己还用不了 下一项 发货币 发货币还能赔钱吗 紧干商时期的红军做到了 因为敌军队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 白银等货币很难流露 导致好多群众 已误一误 非常不方便 红士军开始发货币 注意这时候发的 可不是无成本的纸币 而是需要拿出真金白银 来铸造的公式银元 红军发的这些公式银元 逐金逐量 但此时并不直接给红军 创造什么收益 单纯是流通到市场上 便利百姓交易去了 再下一下 开商店 红军的商店嘛 不说赔钱吧 反正不怎么挣钱 边界地处偏远 商品交易主要靠赶集 草林是当时最大的一处集市 但豪森的几家大商店 基本垄断了民众的生活必需品 收税的权利也把持在他们的手中 中小商家要交的税 名目繁多 什么营业税 排道税 行商税等等 所谓民国万岁 在黄澳自炒林 七十里路 就设了五道税卡 凡前来赶集 卖东西的 一律抽百分之十 可能你只是过来 卖几颗鸡蛋 也不能例外 这一套下来 必能推高物价 红士军到来后 打掉土豪大商人 中小商人全部免税 税卡全部射销 可一些边界缺乏的东西 民众生活的必需品 商人从远处放来 层层待理 要价还是蛮高的 加上当时敌人的经济封锁 日子严重 稀缺又再次推高物价 为此红军设立了公卖处 也叫公卖商店 商店里都是一些 民众生活必需品 后来源之一 是红军组织人 秘密到白区大量采购 基本都是源头进货 规模采购 省掉了中间环节 所以价格比较合力 起到平易物价的作用 草林集市一度非常火爆 出现了2万人感激的历史盛景 连泰河 贵东等远地方的商人和群众 都来这里感激 因为这里不收税 物价合力 买卖公平 下一项 大型服务采买 红石军的后勤 是怎么解决的呢 你会说 百姓群众自发的支持 对 但并不尽然 尤其在红军初算期 红石军往往是以少敌多 需要集中战力 所以不像一般军队那样 有配置庞大的后勤部队 除了有利条件下 每位红军战士 可背负30斤左右的物资外 红石军只是 仅仅有一支威型的直纵队 行军作战 转移时刻 庞大的作战后勤物资 战略平等 都需要有人来运送 这个时候就需要雇佣挑夫了 国军可以强大百姓来干 可红军不行 红军是真给钱的 每位挑夫挑60斤物资 给1块钱 或者按照比例分成 比如一旦粮食不论多少金 红军6 挑夫4 从你百姓带路 也是要给钱的哦 总之一般军队花钱的地方 红军是一分不花 一般军队不花钱的地方 红军是一分不少 一般军队的花钱方式 是再苦一苦百姓 而像红军这样花钱 那只能是再苦一苦自己 天天吃南瓜了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费用 我们就不展开了 再重复一下那个观点 红军但凡想改善生活 并不困难 尚属那些花销 但凡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 其实压根都没有必要搞 红军如此这般花钱的背后 是几个三民众 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这种新的生活 从之前完全不同 可以用地赴天翻来形容 我们当然还可以 举出很多很多的小细节 红军来了之后 尽鸦片尽赌 围着严惩 边界人民图方便 喜欢喝深水 但往往造成疾病而不自知 政府就通过各种手段 让大家养成烧水喝的习惯 禁止死猪死鸭乱丢到水源水井的行为 红军苏维埃政府还搞体育 根据例内翻了各类体育运动会 篮球游泳竞标赛 分团体赛和个人赛 各地民众纷纷参与 这是真正民众的运动会 各区各乡各单位 军生有运动俱乐部 香港边界爱演出 爱唱了商歌 红军的到来 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剧目 群众也唱出了一系列新的歌曲 比如说 苏区妇女真自由 不缠小脚留短发 童养媳妇不矮打 妄男女仔自出嫁 家伙媳妇都有权 丈夫妻子果的甜 桂花花开香喷喷 香过满院香过春 千香妄香我不爱 单爱情歌当红军 宋男当红军 勇敢向前进 哎呀哎呀我弟哥 我去当红军 妹妹要小心 家中一切事 总要全靠你 哎呀哎呀我的妹 这全新的生活 不必 道夫人不享福 故农自己没有骨 七将自己没有屋 木将自己没正做 才奉自己打赤伯 夫人高楼饮美酒 从赤伯喝美风的旧生活 要好散一万倍吗 有一间铁屋子 是没有窗户 万难打破的 里面有许多熟悉的人 不久就要闷死了 现在有人 在这里面一个叫 香港边界的角落 喊了一扇子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 铁屋子虽然还是万难打破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 你不能说 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在CPC的理论中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没有神仙皇帝 没有谁来拯救谁 也不是谁解放谁 民众全新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 不是谁能够居高零下 赐予的 一切的一切 全靠人民群众自己 只有民众 自己能够拯救自己 也是由民众自己 才能够解放自己 而民众起来奋斗的前提 是民众的自觉 自己有所认识 而主动去做 金刚昌的斗争 是一段 触发民众觉醒的旅程 在这里的实践 创出了一条全新的路 虽然这条路 还不尽善其美 还面临极大的困难 但边界的百姓 已经猛人发现 啊 原来这次还可以这样过 原来不是天命如此 也不是理应如此 旧的那一套 并不是一定要接受 也并不是不可改变 于是故 这一点点心火 被点狼了 民众自觉的奋斗开始了 这也是为什么 他老人家会说 我只想当一名老师 而我们亲切称呼他 校园 曾经沧海 难为水 除却乌山 不是云 一旦体验过 苏区全新的幸福的生活后 有谁会愿意 再回到烂泥里面去吗 这也是为什么 后来讲这事 要图怒出去强调 炒过火 食过刀 人换种的原因 他杀不死这种思想和人心 只能杀死 怀有这种思想的躯体 同时 这也是为什么 无数的人民英雄 愿意前赴后继 英勇牺牲 也是要打个地负千方 把日月星辰 都换上一遍的缘由 将一人制奋斗 一组织制奋斗 转变为 四万万五千万民众 自觉制奋斗的 伟大主席 在1930年大胆断言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的 有到来之可能那样 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 渴望而不可及的 一种空的东西 他是立于高山之巅 远看东方 已经光芒失色 蓬勃欲出的一轮到日 他是倒动于母腹中的 快要成熟了的 一个婴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